我們回應一個問題 負面的思想、人的傷害 經常自動出現 其實這件事是人類犯罪之後 罪性情帶來我們的後果 其實任何一個人 都會一天總有 若干次數的負面思想 總有的 是必然的 是因為人類犯罪 就算很簡單 要做什麼? 很辛苦 那人對我不好 他講一些傷害性的說話 我們就會反覆去想 這就是人的本性 困難的就經常想 有什麼要做的 又要做了 人又這樣 就是反覆去想 第一 那件事在騷擾我們 因為思想 自己會處理 自己會在那件事上 但你不忍受他 他會自動想到困難 我們裡面是受壓迫 所以我們是需要我們的思想 帶著我們的思想 就是我們的人 帶著我們的思想 不要思想帶著那個人 是我們帶著的情緒 不要情緒帶著我 那是什麼意思呢? 情緒帶著我 就是說 譬如有個人不喜歡 他對我們不好 或者我們對他不好 我們基督同應該對人不好 但也有時候 有些人會不喜歡 包括人 這樣的時候 就會 心裡面就有這種 即是 心裡面有一種不喜歡 不喜歡的時候 他自動就會 即是他裡面不服 心不服 心不服 就會時時走出一些好事 他自己會走出來 本身是因為我們裡面的生命 但如果我們時時在神的同在 經常把自己的思想改變 即是經常深信 神愛我 神祝福我 神和我一起 神體重我 即是聖經裡面講到這些經文 經常去思想 神是祝福我的 這樣的時候 就會慢慢 神的意念 屬神的意念 就取代這個負面的思想 以及我們刻意去處理 即是第一 我們接受 我們是會有這些負面的出來 有時是因為裡面 有些抑鬱 有些不開心 有時是無緣無故 就算很簡單 那天每個人都對你好 譬如那天你生日 假設 很多人跟你慶祝 很多人送禮物給你 很多人都說你好好 譬如這樣 有個人生日 那天很開心 照例 照計 但他又可能會說 唉 是今天才開心 是今天才對我好 他們見到我生日 就對我特別好 如果不是生日 他也不太好 有時會想些事情 或者有時會說 早知我們去那裡慶祝 不會去那裡慶祝 有時會這樣 吃東西 初來你說去那裡 原來那裡也不太好 早知去那裡 早知去那裡 這些思想 每個人都會有 或者有時說錯話 又會反覆思想 總之就是 人家做錯的 我們做錯的 或者自己裡面 有些比較 任何負面的事情 在我們裡面 就會 所以耶穌有句話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 你裡面不好的 就走出來 所以我們 多青人神 讓他裡面 裝滿好東西 我每天都會告訴自己 神是愛我 但我都會告訴你 我一樣會有些負面的思想 自己帶出來 但我馬上處理它 例如前幾天 做作者忽然間 電腦就倒閉了 我要買電腦 裝了電腦 裝電腦的過程 他裝完給我 發覺回家 原來他有一件事 裝得不好 我又再重裝 重裝又發覺不好 結果今天又拿回去 又再拿過來 有個想法就是 很麻煩 很困難 在最困難的時候 在做事又這樣 但我想起 也有很多東西 感激主 人大通常不會這樣想 通常不會說 那些感激主的地方 第一 就是當我看到美瓜之前 他還有一段時間 狗言殘喘 他怎樣呢 是可以去到safe mode 可以去到safe mode 我可以先把那些 裡面的枝拿出來 然後他才會倒閉 這是很奇妙的 這是神的恩典 而且這個月 我在另一個地方教神 我是在寫好材料 電腦才會死 如果還沒寫好 電腦死了 就真的很急 所以這些是有好的地方 這些應該是 所算神的恩典 感謝神 但是 人總是說 又要整 整個過程又有困難 又變成 家裡又堆積了很多東西 那些一樣樣的儀器 買些盒子盒都放在那裡 就是一樣一樣 都是一些要處理的東西 人很容易就這些東西 就覺得 又要花時間去清理 去收拾好些東西 那些電線都搞了 因為放在電腦後面都弄了 還有呢 現在是剛剛 剛剛 基本上做好 當作是做好 但我回去還要安裝很多東西 要去想的時候 又要安裝了 還有那些軟件 有些安裝了 以前安裝了 現在又不行 又要再買 這又是一些負面思想 我們就會有這些負面思想 基本上 人人都會有這些負面思想 一天都是出現 如果我們容許它 它就是賊仔 即是魔鬼用的 又是我們的罪性情 罪性情是賊仔 經常把我們的喜樂偷走 所以我們每天 欺而處理 為什麼欺而處理呢 就是得勝五步谷 或者得勝三步谷 記不記得 第一 知覺 我們一起講一下 知覺 第二 破壞性 這件一定有破壞性 第三 聖經的觀念 處理 用聖經的觀念去處理它 不一定有經文 聖經的理念 第四 就是親近神 得力 親近神 第五 就是選擇信服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知道 有破壞性的 為什麼呢 令你的腦煩你 當我和很多人聊天 我發覺有些人的思想 是很清晰的 我帶來看一個例子 它真的很清晰 有時候有些意念 它說 這個意念和另一個意念的分別 有時候我都要想一下 就是有分別 它有很多字眼 它會說得出那個分別 這個就是它的思想清晰 但是有些人 我發覺和它聊天 它的思想是盤傳的 它說了一句 又走一轉後 走一轉 走一轉 復發完 講來講去 講了幾次 又重講 就是它的思想不得清晰 當我們時時不斷地想很多這些事情 它的思想就會不清晰 不敏銳 記憶力不好 很煩亂 睡覺睡得不好 自然亦都不會有神的強烈同在去祝福人 這樣的時候 又發揮不到 又做人做得辛苦 就是我所講的 就是 一有我留意到 這個留意是最重要的一步 因為為什麼 很多人不知道 它經常發脾氣 它否認 我哪個發脾氣 我大聲一點 它不覺得是發脾氣 它不知覺 它裏面有一種對人的排斥 它不知道是 然後它不知道它破壞性 它覺得不重要 人都是這樣 全世界都是這樣 那第三 就是聖經觀念處理 就是 神是 心意是想我們祝福人的 不被人影響的 人能把我怎樣 心裏面是不受影響的 然後 就是 所有負面的東西 我都不用放在心上 第四 就是 親吻神 第五 選擇順服 好 我選擇 用正面的思想取代 這個是要去想一想 用神的智慧來想 譬如 很簡單 電腦壞了 我們的負面思想就是 又壞了 又慘了 你一想慘 人人都有電腦壞過 你們都壞過 電腦 做了幾年 有時一年 有時幾年就壞了 應該是人生必經的路 但是 有些人很容易 字牙 黑仔 真是很黑仔 但是 這是一個不好的字牙 好像 把我怪窒了這個地 時間 都會 這陣子很黑仔 又會 想到自己現在很灰 很慘 這就是一個負面的想法 正面的想法如何取代 電腦都會壞 正常的 接受 第二 那就是神 我還可以買個新的 那就是神 我的腦沒有壞到 就算我的電腦壞了 我的人也沒有壞到 那就是神 還有 我相信大家 在電腦上 也有時有些人幫幫你 有時買什麼電腦 你找哪個朋友 有時你安裝了電腦 又不懂得做什麼東西 又有人幫你 那就是那就是神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想到感謝神的地方 還有我又要學更加好 還有一樣 新的地腦總好過九個 這個又運走得好些 又感謝神了 那你就正面 但這些正面是沒有人會自動有的 是一定要處理的 所以我們經常用正面思想去處理 如果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接受 這個人就是這樣 他很難改變 暫時很難改變 可能有一天他會改變 但暫時未改變 我接受他是這樣 我又不給他影響 因為我給他影響 我就經常煩 我就經常享受神 親近神 心信神的恩典 心信神的大愛 神是一定祝福我的 人影響不了我的 這個就是一個正面思想 好了 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起碼對他笑一下 對他說得好笑 他見到我笑 他的人都會好些 起碼他開心些 或者他少少慢慢軟化 你發覺你對他人笑得多 又對他好 他可能罵得你落 比較難發脾氣 你對他好 咦?好了 那你就恭喜自己 感謝神 我又進步了 這就是正面的處理 總有辦法 任何負面的想法 譬如說我自己沒有用 這也是合乎聖經 聖經是說 神可以簡選如絕 叫有智慧的羞愧 如絕不要緊 就算IQ不太高 不要緊 神也可以使用我 去祝福人 我告訴你 我的智慧都會提升 智慧怎麼提升呢? 你越多祈禱 越專注祈禱 多些思想 神的話 你的思想就會集中 你集中 你的智慧就會高些 當你有智慧 你又祈禱 神就會引導我們 又有聰明智慧 怎麼處理事情 你也可以學習不同的事情 以至我們能夠 經驗和智慧提升 能夠做到不同的事情 你們還是年輕 你還可以被訓練 感謝神 我還可以被訓練 又是正面的看法 從開始 每天學些少 就已經提升了 另一個意念 就是懶 懶惰了是勤懶 勤力慣的人 是很難會懶 比較懶 如果我懶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我真的覺得很浪費時間 這是要改變的 要調整的 我心情很寶貴 如果我懶 我就發揮不了 但我開始多祈禱 我們很多個弟兄姊妹都說 祈禱的人鬆 舒服 有力量 有得力 你經常祈禱的人 就會有動力 有動力 然後 你看看你現在最有恩賜 最有感動的事 就是在那種事上 學習和操練 因為這是自而 神給你的傾向 就像我這樣 很多東西我都很喜歡 其中一個就是音樂 音樂對我來說是很賤 很簡單 我在家附近有一隻小鳥 唱歌好像說話一樣 很多種聲音 我特意錄了它 放在Youtube業務司 請問你們知不知道 這隻是什麼小鳥 有可能是一隻 學到說話的小鳥 所以她好像說話 說很多種的聲音 我和太太在一起 我是第一個聽到的 而且我一進去 我一進去就聽到 有音樂聲音 小鳥間有音樂聲音 在唱什麼音樂 在用什麼樂器 我一聽就聽到 這是神給我的恩賜 很自然 很自然就會亨歌 這就是神給我的 這個傾向 當然我也想祝福人 又想看聖經 又想解釋聖經 又想幫人的靈命 又想輔導 這些都是我很多方面 神給我多方面 不過大家都可以一步步發揮 你發覺你的字傾向 這是神給你的 你就在那些地方 上去發揮 你又處理生命 又發揮 比如懶惰 當你知道懶惰不好 為什麼呢 時間 時間 好像 你用一隻手拿水 你就算這樣做 水不會流很久 就會流回 時間會在手裡走 你唯一的辦法 可以保持著 就是你用了它為神 或者祝福人 那些時間就會留在天上 否則那些時間就會走 不斷走 我們的生命就是幾十年 一直會這樣走 但當你給神用 祂就停留在天上 永遠存留 我懶惰 我就浪費了時間 但當我聽神的話 我就一步一步地提升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轉 好吧,我試一下 而你開始發覺 我學一些東西 或者我幫人 並不是那麼辛苦 有些人就覺得很辛苦 他做不習慣是辛苦的 但你開始做一下 你又會有動力 譬如有些人不動 習慣 他身體的機能 不是那麼好 尤其是身體比較重的人 他是很難去動的 很難去動的時候 他做事也更加難 很容易懶 但你動習慣 你就動不重要 我爭取機會動的 譬如我 那時候 在未回來香港之前 因為我很刻意地 我要發揮生命 我想保持健康 我去地鐵站 我是跑去的 跑去大約是 五分鐘、十分鐘左右 我去地鐵站 但我跑去 我去時 又不是很多人 有條樓梯 我沒有人 我就跑上 走下 下就不要跑 因為跑上 就會撞傷膝 我就跑上 走下 跑上 走下 有時候有人 我就在牆上做 掌上壓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想保持自己身體健康 想刻意去發揮 這個是 當我做慣的時候 我是喜歡的 譬如我現在 在我家下來 我去沙田 走下去 兩個多次就走到 我會 我會特意告訴自己 運動一下 這就是一個運動的機會 但有些人就會很難 有尊碼答 為什麼不答 這就是一個心態的改變 即是任何的東西都可以改變 即是我說得性五步曲 但有個得性三步曲 就是簡化了 就是留意到 然後祈禱 親近神 然後選擇 第二和第三 就是知覺對破壞性 以及用聖經處理 如果你已經知道聖經處理 要怎樣處理 那你就一至四 就是什麼 留意 接著是什麼 慰性 祈禱 五步曲 就是親近神 為了三步 祈禱 接著呢 選擇順道 就是 這樣的時候 就是令到我們 能夠 有什麼負面的處理 其實我是 以前因為都聽過很多負面的說話 以及人總會想一些事情 有時候都會有 我又懼怕 我又不怕黑 又不怕鬼 又不怕蟑螂 我是怕什麼呢 被人批評 但是呢 第一就是經歷性靈 以及從以往起初 一直慢慢去處理 但未處理完 但我經歷性靈之後 發覺可以有喜樂平安 我又留意喜樂平安 然後我開始去連續他們 覺得他們其實很可憐 很多問題的 很痛苦的 很辛苦的 連續他們 我呢 慢慢就 沒有受影響了 心裡又很想祝福他們 心裡 這些負面的想法就沒有了 以前有時候 我這樣坐下來 有時候會害怕 在這裡洗碗 有到 懼怕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是人們說的 負面的說法 但是呢 一路整天想正面 一開始馬上 站起來 人們就會起來 這就是處理裡面 你處理慣 你便開始發覺 他們是可以處理到的 其實我們的思想 如果你不動它 你只坐著不理它 是可以亂七八糟的 你就可以想一下 比如你洗碗 其實洗碗是一個處理生命的好事 因為你洗碗做一件事 但是呢 有時候會想起其他事情 你可能想起 哪個人對你不好 哪個人有困難 哪個人做得不好 就會彈出來 那些就是一個很好的處理時間 因為那個時間 就是比較放鬆 洗碗的時候 那些時間 這隻彈出來 那你就用聖經理去處理 然後清人神 然後選擇上福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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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次任 有一個鬼 理解 那些門 昨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